记者陈怡家台北报道,连日豪雨,中南部灾情惨重。 台湾高铁今天宣布,即日启动823热带低压水灾救援搭乘专案,协助救灾团体均可免费搭乘高铁。 高铁表示,823热带性低气压携带豪大雨牵牌,造成云林以南多处地区传出烟水灾情,高铁秉持人积积积,人逆积逆人道关怀并善尽企业社会责任,即日启启动823热带低压水灾救援搭乘专案,开放各地前往南部救援的救灾,医疗团体申请免费搭乘高铁。 高铁指出,救援专案即日起开放申请,截止日期是抢救进度而定,前往协助的救灾,救援团体,起,气站需有一站为云林站,嘉义站,台南或左营站,救灾团体最晚应于乘车前一小时提出申请,以立座位安排。 高铁表示,申请时拨打高铁客服专线40663000,手机请加02,苗栗地区请拨42663000,台东,金门地区请拨46663000,马祖地区请拨0240663000, 客服专线服务时间为每日上午6时至晚上24时,高铁将与申请人确认车次与座位,申请代表人并应持个人身份证件与所属团体证件,领取车票后搭乘。 为维护旅运安全,救援团体携带救灾物品请遵守台湾高铁旅客运送契约规定,每人随身携带物品,每件长度不得超过150公分,或长,宽,高值和不得超过220公分,且总重量不得超过40公斤。 高铁也说,搭乘协助申请为高铁无偿提供的人到救援协助,物点或运转变更或运行中断时,将不办理赔偿,考量资源有限,高铁有最终同意申请与否的权利,如有不服协助搭乘资格而使用者,仍需照章补票。 高铁强调,判与政府携手同心,为救援工作刻尽心力,将各界对灾区关怀高速传碍,协助灾民早日重建家园。 此外,鉴于近日仍有可能持续降雨,高铁公司已启动应变机制,严密监控权限好雨,洪水状况,以确保旅客及营运安全,并进行旅客出门乘车时务必多加留意,注意自身安全。 台铁则表示,中央应变中心如有指示灾区救援,台铁局立即配合启动。 救援团体如有座位需求,请各站转制可作股协助处理。